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海峰也是民政部中共党组成员 研究生学历 管理学博士 截止到目前 胡海峰履历经验涵盖企业 研究机构 党务 政府负责人 过去几年 网络上有多次传出胡海峰升迁的消息 但最后都正视为谣言 这次终于升迁回到了北京 另一方面 有香港媒体指出 胡海峰此次返京履历可陪伴身体欠家的父亲 明报的评论文章对此消息评价道 2024年初传出胡海峰将任职民政部后 1月4日离水市委开会 他已经缺席 可见已返京两周 有人说胡海峰回京 是方便他陪伴年迈父母 但其实他子子胡海青一直都在北京 而胡海峰的子女一直留在北京 同样需要他胡海峰陪伴 上月刚满81岁的胡锦涛 曾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中途离场 官方解释他当时身体不适 胡锦涛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是2022年12月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的时候 他当时前往医院未将送别 公开资料显示 胡海峰是安徽宣承继席人 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 并由清华大学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学历 1998年开始工作后 胡海峰曾历任清华控股 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等职 胡海峰在2009年底底浙江 出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中 共党委书记 挤身正厅级 隔年4月兼任院长 该院为浙江省与清华大学 探索省校合作模式 而共建的正厅级事业单位 总部设在嘉兴 胡锦涛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卸任中共总书记后 其独子胡海峰才踏入政界 胡海峰在2013年5月到浙江东北的嘉兴市任职 出任市委副书记挂职 三个月后任市委党校校长 胡海峰在2014年3月任嘉兴市委副书记监市政法委书记 协助市委书记分管党建工作 负责政法、统战、农业农村、群团、双拥、新访 2016年3月起担任嘉兴市长 嘉兴是中共诞生地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7年 曾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到嘉兴 瞻仰南湖洪传 在嘉兴工作5年后 胡海峰在2018年6月升任李水市委书记 成为浙江最年轻的地级市书记 之后主政李水5年半直至此次履新 李水位于浙江西南部 与福建省接壤 是浙江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管辖、清田等县 但人口仅269万 经济较不发达 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 曾八次深入李水调研 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对李水来说尤为如此 习近平2018年4月在武汉主持召开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 还点赞了李水 胡海峰曾说 在李水工作感到特别充实 并称工作重心是把生态产品进行价值转化 自从调到李水后 胡海峰多次被传声签 包括宁波市长、大连市长、西安市委书记、青岛市长、长沙市委书记、南昌市委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长、浙江省委秘书长、浙江省委秘书长、 郑州市委书记等职位结果一一落空 期间 2022年12月 山东自媒体大陆网报道 胡海峰将升任郑州书记 因消息在网络传播甚广 引起李水市委关注而向郑州方面打招呼 郑州官方急忙出面辟谣及立案调查 转载消息的郑州各个自媒体纷纷删稿并向警方投案 这些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 明报的评论文章提到 有关胡海峰升官的消息近年时有传出 从西安书记、南昌书记到大连市长、青岛市长、浙江省委秘书长等 职位有近十个最后都证实是乌龙 据消息透露 个别调动却曾酝酿过 但在其父反对下未能落实 为人谨慎的胡总 不育儿子成为官场明星 但这次 由地级厅级市委书记直升国务院部委副部长 已经多年未见 六年前浙江省商务厅厅长盛秋平调入商务部 还现任一段时间部长助理 才过渡到副部长 显示胡海峰今翻升官 仍有破格之处 胡海峰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是在去年12月27日 李水市委当天召开全体扩大会议 胡海峰代表市委常委会做工作报告 并做总结讲话 为什么胡海峰会到明正部 根据明报的说法 这是根据多个考虑因素 首先是解决其级别和增加履历 让他在这个相对低调安稳的部委 继续提升自己的能力与素养 以避免突出其个人锋芒 现年51岁的他 举副部级退休还有8年多时间 使徒仍有上升空间 明正部连他现有5名副部长 但除上周才任命的李宝郡外 领三名副部长都已超过或接近退休年龄 今年内会相继取值 明报的另一篇相关报道提到 2023年底收到消息 称胡海峰将升任民政部副部长 为李水市委没回复本报求证 有关消息随后在网络传开 至16日火人社部证实 人社部的通报同时披露 国务院还任命宋奇超为财政部长助理 任命郝军辉为国家消防救援局政委 免去田学斌的水利部副部长职务 免去徐平的国家消防救援局政委职务 其中 已借60岁退休年龄的田学斌 曾任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秘书 对于田学斌 明报的评论文章提到 七天前水利部官网已经不见了他的名字 之前他是该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 田氏甘肃人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家乡工作 后入中央党校学习 毕业后先后在国家教委 全国复联任职 1990年调入中央办公厅调研室 从此追随温家宝 从中办到国务院当秘书 08年任温班副主任 兼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温总2013年卸任后 田野于两年后调任水利部副部长 去年两会 他已当选全国政协农业农村委员会委员 上月刚过完60岁生日 就准时退休 关于人事异动 明报的评论文章认为 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隐身 值得关注 作为总理主要随从 他上周五就缺席比利时首相的欢迎仪式 本周一位随团到访瑞士 上次公开露面 还是上周四出席 马尔代夫总统会谈场合 昨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讲话 他以为露面 是另有药物还是身体抱恙 恐怕要等李强反国才见分晓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都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 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